大家好,我是吉田 現在是南馬島沉石之旅的第五回 今天我們主要是想去陰山附近 找些新的石頭 包括龍頭石、恐龍石、瓦頸蛇石、肥豬石等等 之前我們從未拍過 順便再次和其他舊有的石頭拍照 以及發掘一些新的回程路線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 可以看我之前有關一次四壺的影片 會見到更多的石頭 我們從索古灣出發 經陰靈鴉上陰山山頂 沿途路背清晰 只是多分之路 由於信號照收薄約 大家走的時候 必須準備離線地圖 避免迷路 再次四壺的時間 請問這裡 架測 沈出 至今 再次鎮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距离踏板石 几十米落山为止 从右边方向 有一条直径可以落山 去找龙头及行龙头石 差不多沿途都有尽管引路 只是某部分路段必须有方向感 才能够找到自博路跟落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由于沿途落山是龙头石方向 某些路背比较崎嶇和不明显 加上草叢救物 通过时必须要小心 慢慢闲 避免击堵而受伤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发现尾湾对上海拔若100米的距离 一条樱山环境 也可以走去冲尾 或者骆geons Tol? 不用上陰山山頂,可以減少體力上的消耗 由於我是第一次經衝美落山離開 後來發覺美後路段落山難度極高 沿途不但有鬆散的泥土和浮沙碎石路 而下方的幅度,用眼看估計有70-80度傾斜 較為危險 如果沒什麼行山經驗者 我建議大家可以選擇由盧蘇城離開較安全 只是路程會遠一點,不會差太遠 行程完滿結束,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